台湾少子化严重 生育率是全球最低 那么替聚焦单元 我们本周要推出的专题 就是要带您来深入了解 台湾曾经是最会生的国家 但现在人口是连三年复成长了 尤其今年前三季 这新生儿数是不到十万人 恐怕会再创新低 晚婚晚生甚至是不生成了主因 小宝贝快乐玩耍 这景象未来恐怕会越来越少见 去年2022碰上虎年加上疫情影响 全年新生儿数掉到13万8986人 而内政部最新统计 今年前三季新生儿数只有99652人 出生率恐怕再创新低 在民国大概80年出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所接收到的新生儿 一年大约有30万到40万之多 那近年来逐渐的减少 事实上到现在以去年为例 几乎已经到13万 听起来是不是有大概三分之一的 这个砍半 不只是砍半 几乎是三分之一的比例 医院的婴儿是空荡荡 台湾少子化问题严重 新生儿数从2015年起的21.3万人 这曲线头也不回 连续七年下降降幅达到了35% 就连美国中情局预测今年全球生育率 200多个国家台湾再度垫底 生育率只剩1.0走 小小话问题是以开发国家普遍的现象 但台湾近20年来 生育率呈现雪崩式下跌 掉得特别快 原来和晚婚晚生 甚至不想生有关系 我们今天就实际上街问 年轻人到底生还是不生 如果不生那是为什么呢 不生 因为我不喜欢小孩 生 因为要传宗结代 不生 我养不起 不生 因为现在年轻人赚不起 给小孩子的生活费 不生 因为我不想要生来压给 不生 因为养不起 还在犹豫 因为教育政策的问题 导致现在学费很贵 根据立法院报告 养一个孩子至少要花500万 两个就超过1000万 现在低薪 高房价 高物价 年轻人怕养不起 自然不愿意生 现在目前还不太清楚 结婚与不结婚都是一体两面 各有优缺点这样子 那有遇到对的人就会往下一步走 生育率创新低 而国人初婚年龄平均31.7岁 则创历史新高 晚婚趋势六都中以台北33.2岁 最晚结婚 而台中31.4岁 仅次于桃园为六都第二早结婚 也低于全国平均 比全国平均还年轻一点点 那当然是因为现在人都忙 那大概这种婚姻的机会 就会比较少 经济大环境不佳 种种因素让年轻人晚婚晚生 甚至不婚不生 手死化加剧导致人口严重老化 宛如失速列车 衍生国安危机